南海问题 一直被美国高度重视 是其制衡我国的一张王牌 每当中美关系紧张时 美国就会派遣战机 军舰甚至是航母到南海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 虽然占不到什么实质性的便宜 但也可以秀一下肌肉 刷刷存在感 随着我国近年来不断地填海造岛 一个个军事前沿成形 南海军事化被美国当成了口头禅 前不久就是以这一理由 撤销了2018年 黄太平洋军演对中国的邀请 看到我国在南海大力发展人工岛 建筑战机 建造雷达和防空导弹阵地 美国也想来分一杯羹 五角大楼作战实验室提出 美国也要在南海中岛 来抗衡中国在这一区域的军事存在 让美国在南海拥有可移动的军事基地 保证自由航行的安全 虽然美军不能像中国一样 对现有的岛礁进行吹舔 但可以利用报废的海上钻井平台 多个拼装到一起 进行改造 并加装动力系统 这样就可以拥有一处可移动的岛礁 让美军在此长期驻扎 保证军事存在 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美国这一计划 立即得到了日本的相应 要知道日本想插手南海事务已久 2017年其派潜出云号直升机航母巡航南海 今年又要派的加和号来搅局 就是要争夺南海的话语权 所以日本积极响应美国的计划 表示日本将会支持美军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为其提供补给、运输等后勤保障 并希望能够与美军共同驻扎 如今 南海已经成为了中美两国较量的一个战场 成为了西方国家牵制我国的一张王牌 我们不能被任何人吓倒 必须加快填海造岛 等到南海的岛礁上全部都竖起导弹的时候 其他国家也就不敢再叫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